無所適時的活動這盆中 在回憶裡逗著轉 上面跟著大家一起換 所以呢平常拍戲很少有機會 可以跟大家近距離互動 所以我準備了一些我喜歡的歌曲 想跟大家分享 那下一首歌是一首抒情歌 是我很喜歡的一首創作歌曲 一個創作歌曲 吳琳的歌叫做《我的愛人》 那個創持人剛剛有說到呢 是第一次以表演者的身份來唱跨年對不對 那我們第一次就獻給了狀化的跨年晚會 是什麼樣的心情呢 我覺得是 因為以前在台下當觀眾的時候會很享受 那今天站在台上格外的緊張 但是也格外的覺得很興奮 第一次 非常興奮對不對 而且就是因為 善淳他的體態跟體力 也是為了這一次跨年 是不是找了大師特訓 對不對 對 我找我的製作人 特別在幫我訓練一下 因為我全民進運動會 錄完之後 我其實體重在這段過程 掉了大概六到十公斤 所以我就很努力的 一錄完就馬上去運動 然後練歌 其實這個節目 非常的辛苦對不對 辛苦 但是享受 對 我覺得很好玩 因為你可以享受 每一項不同的運動 對 大家有看全民進運動會嗎 市長 你有看嗎 市長太忙了 市長 有空禮拜天要看一下 謝謝市長 市長收的好評 我們大家都有看對不對 其實善淳在裡面的表現 也算不錯的 那這一次有沒有特別請大師 特別加強訓練哪一塊呢 有特別 因為像是兜轉是世安的歌 那我因為過去 我其實平常彈吉他 我都會唱比較安靜一點 但因為是跨年 希望能找一首比較快一點的 能夠讓大家就是 範圍很好一點 所以特別練了一下 所以等一下 最後一首要帶給大家 範圍好一點的歌曲嗎 最後一首 我帶給大家我的自創曲 是在戲裡面 我寫給我很心愛的 另外一半的歌曲 好非常期待 那我們現在再把舞台時間 來交給三成囉 差別是因為小巨蛋 離大家太遠了 所以其實那個空間 你會反而很自在 那你是因為 帶上小巨蛋這個非常大的舞台 心裡感到緊張 但是像跨年 你跟觀眾很近 所以你可以看得清楚 每一個人的表情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跨年 好像比較難 比較難 因為我同時要顧我自己 然後也要顧大家的反應 我覺得這是我這次學習到的 我覺得如果 小巨蛋有 小巨蛋是60分的話 這是跨年70分啦 慢慢進步 因為我希望未來 還有很多很多機會 大一點的進步空間 我覺得我才可以 一次一次做得更好 其實已經錄好了 但是因為它 是一首戲裡面的片尾曲 那那個戲還沒上 所以就是那個歌 要等戲上的時候 才會一起讓大家聽到 我會覺得 因為明年我大概 在農曆年過完 我就要進組了 那我當然會希望就是 那部戲能夠 大家有很好的合作 然後拍出很好的作品 給大家看 那我覺得 今年其實也是 一個很好的一年 就我除了戲劇 實際節目 然後還上了小巨蛋 甚至唱了跨年演唱會的舞台 對 所以我希望明年 有機會也有更多的嘗試 大家好 我是土善淳 祝大家2023年 新年快樂 送給有看過 進去戀愛上你 或聽過這首歌的人 也送給大家 能夠跟心愛的人 一起手牽手的 集訓邁向2023 好 來 我來 這首歌屬於你 我來 與你 傻的刻意 曾經 差一點就錯過你 沒有人能夠代替 我的甜蜜只留給你 從今天積過天空的弧線 到彩虹的另一邊 Yes I do I love you Be me new 天的左臉 而我是炙熱的夏天 滑過天空的弧線又搖曳 Yes I do I love you Be me new